今天我們要重返桃園神社 它是桃園中葉池即神社文化園區 那旁邊有像是孔廟、胡同山以及桃龍醫院 那我們今天是重返桃園神社 看看最近變化怎麼樣 那我們首先我們先到成功路三段這條路上面 這裡有停車場但是車位並不是非常多 那機車的話附近有停車場不過它稍微可以走一小段路 那路口處其實有兩個一個在停車場的位置 另外一個地方就是在台階處 那我們今天從台階處的位置直接走上神社的位置 上坡台階看到很大量的鯉魚棋 然後就是一個鯉魚棋的活動 可以想像一下日本的一些文化活動 就是偽出國的一個最佳選擇 鯉魚棋的話是一個拍照打卡景點的一個標誌性的裝置藝術 那我們來到的一個是神社小市集 神社小市集的攤位並不是非常多 畢竟這個神社文化園區的空間並不是非常大 所以設置攤位的其實並不是非常多 不過呢它的市集的所有的攤位的色調 就全部統一成白跟中色色調為主 非常有文青風格 那請助唱歌手來這邊助唱 這邊是一個很好的假日休閒時光 那去年來的時候人潮非常少 那時候記得是一月份的時候 那今年來的時候非常多人 當然辦了蠻多種活動 那也有報告過了像是這個鯉魚 呃流光記的這個活動呢 它也是一個仿照日本的一些文化節慶 那在這邊過個不錯的下午茶時光 那去年我們來到這邊的時候了 其實這邊手燙也是 當時候是沒什麼人 所以我們不用排隊就可以洗到手了 那除了這邊白天活動之外 它晚上也有夜光活動 那後面的巨型球體是晚上會發光的 所以如果你想晚上來的話也歡迎 除了這些攤位之外 它還有一些像是最近的日本服飾會展 所以要看展覽呢 呃在這邊沒問題的 當然還有一些製作一些和果子的課程 呃另外一邊呢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在這邊有個叫做錦上豆花 不過呢我們時間來了比較晚 其實已經賣完了 所以下次請找 它是在這個服飾會展的這個展廳的正後方位置出 不過我們在錦上是其實旁邊有一個古錦 所以在錦上豆花 單價落在60元其實也不算是便宜 不會以文青價格來說算是還可以的價格 那進來這個神社文化園區啊 它其實內部有一些整修 樹木有些整理 所以看起來有點不一樣 跟去的樣子完全不同 當然呢它可以走 另外一個地方 呃像是 桃園虎頭山的布島來到這邊 所以你來這邊的話 你可以那邊走一走 過個下午的時光 然後主店的話 你看到大量的人潮 然後來這邊拍照打卡 還有日本的這種 呃神社風情 這是台灣唯一保留聖書完好的日本神社 它呢 後續一些修復的話 看起來就像是偽春國 感覺非常不錯的 呃 兇閒時光 那接著呢 這個園區部分大原因 所以大概逛個半個小時 這個行程差不多就要結束了 所以我們沿著原路 反程 那你可以看到左兩側的建築物 以及草地 也可以來這邊做個小小的野餐 不過這邊停車場的車位 大概落在二十幾個 其實並不是非常多 所以可能要停到比較遠的地方 再走過來 也是還好的 因為畢竟它附近也蠻多停車場 不過這邊騎五百個應該是蠻方便的 那我們到後方的 呃應該說是前方的區域的一個大草坪 這邊區域的大草坪上面 有一些人在這邊野餐 那我們今天的探索 行程到這邊 那我們從虎頭上的步道沿路走回去 如果喜歡雅各的探索影片 歡迎訂閱或點讚 那我們下次探索見 跟大家做個分享 再見囉 各位掰掰啦